那么接触下来我们就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一看 美国联准会在7月31号公布利率保持不变 同时也暗示了通膨逐渐接近目标 那么同一时间为了因应日元贬值等因素 造成的物价上涨 日本央行是宣布第二次的升息 但是两天过后 英国央行又跟随着欧洲央行 加拿大央行的脚步来降息 所以目前看来全球通膨压力舒缓了 但是在过生活这件事情 仅其压力是增加的 各国央行的预防性的试探才纷纷的出炉 所以该如何来解读未来在利率的走向 学问 对 该浩婷提到的所谓试探性的政策 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 各国央行其实现在的动作越来越分歧 首先我们看到美国联准会的包额 按兵不动已经连续第八次 就是把美国的基准利率 维持在5.25%到5.5%之间 可是同时间日本人扛不住了 所以日本央行第二次 因为上次是三月份 决定调高利率一码 那当然主要原因是因为 跟美国的利差逼得日本 其实最近压力也非常的大 可是很不幸的是在欧洲那边 包括英国加拿大甚至欧洲央行ECB 最近已经开始率先开始降息 这代表说其实各国央行的看法已经有点不一样 可是这非常诡异 因为事实上如果你单纯去看通货膨胀的数据 必须承认确实通货膨胀开始放慢 就是没有像前两年长得那么凶 可是现在这些央行的政策决策者 为什么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我刚才前面一趴曾经提到 现在全世界的政治动荡 尤其民粹主义当道 其实造成了很多的东西 你不得不有一些政治的考量 我们单纯来看美国当然是执牛了 所以所有人都在看美国联组会的包 要怎么做 大家也可以从这一次 他在记者会玩的说话 可以看出来 他其实很想降息 所以他不停的在入口风 最快9月份我可能会降息 那为什么他现在不提早降息 这么多国家的央行都已经开始降息 其实他有他的为难 首先大家想看看 现在去降息到底是太早还太晚 首先他担心的是太早 因为美国我刚才前面有说到 经济数据并不如预期 如果太早降息 那利率开始往下走之后 有可能再一次撬动通货膨胀的敏感神经 而美国的通货膨胀一旦往上走 那你鲍尔是不是又要开始反转升息 而反转升息对全世界 本来看起来经济就不是太明朗的经济 就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而经济衰退一旦形成 那我想鲍尔就一个头两个大 那第二个考量就是说 那我会不会太晚升息 太晚升息就说 股市开始跌了 全世界金融开始动荡 我如果现在不升息 我如果太晚升息到时候救不起来 我鲍尔一样很惨 那当第三个考虑点 就是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 川普在竞选的过程里面 不停的间接在警告鲍尔 你不要给我降息 那很多人了解政治 这个动态的人都知道 为什么川普这么讨厌鲍尔降息 因为一般认为 如果美国联主会降息 会得力的是民主党 就现在执政的民主党 因为民主党现阶段 还是执整个执政党 那执政党过程里面 如果降息的话 当很多的选民会首先雨瞻其路 那对民主党选情会比较好 那最后一个焦点就是说 如果他决定降息 他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节奏 或什么样的方式去 这也很难 因为全世界现在的各个区域分化 每个国家都有保护主义 而且产业的发展非常不明朗 更不要说 不管是乌尔战争 中东情势都非常的不明朗 所以在现在的过程里面 我觉得央行决策者 确实很难做出明确的决定 所以难怪前美国财政部长 Sommers最近提出一个警告 他说其实美国还是有停滞性 通过膨胀的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如果你去看美国的数据 包括就业率 其实就业率不是那么如预期 失业率频频在升高 甚至所谓的ISM 就是制造业指数 也是连续第八个季度 表现不是太好 还有很多的负面因素 看起来消费也开始不振 所以美国联准会 我觉得现阶段他所有的东西 可能会比较偏向政治考量 也就是说在11月总统大选之前 他只能边走边看 这就难怪他在记者会里面 一再强调一切要看数据 所以现阶段我觉得各位 也不能再以传统的经济学 去看美国联准会包尔会怎么做 我觉得在11月之前 绝对就是政治考量 的确政经局势紧紧相扣 那么接触下来要观察到 就是他会不会是未来 白宫的主人川普 川普跟他的竞选搭档 范斯在7月底的时候 曾经主张 美元贬值是有好处的 一来可以提振美国的制造业 以及降低贸易逆差 那么先前根据纽约时报的报导 就已经报导过 的确川普跟范斯的竞选组合 他们是力挺弱势美元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向 如果他们回到了白宫 来主掌美国的政治的话 那么恐怕会对美国 以及全球的经济 产生全面性的负面影响 所以要请教许文 面对未来群求最新的 震惊变化的猜想 至少在11月之前 大家都是猜猜想想的 观众朋友跟相关的投资人 又该如何来解读 许文 对 我想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美元一直是全世界的 所谓美元体系的霸主 可是很不幸的 从7月份以来 尤其是上一次川普的 所谓枪杀事件之后 川普的声势非常高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政治跟经济 这两个领域都充斥着各种 跟川普有关的名词 你譬如说川普恐慌 川普交易 或者各种川普相关的名词 那本来川普还算是一个 变来变去的人 因为他其实最早的时候 曾经一直喊 他觉得美元绝对应该要贬值 就是他非常支持美元贬值 他觉得美元升值是一个 非常可恶的事情 可是中间的过程里面 他又曾经见风转舵 认为美元强势也不是坏处 那这种一下说 升值好 一下说贬值好 大家也久而久之就习惯 反正川普是见人说人话 不过在他宣布新的副手 J.D. Vance之后 这样加起来的一个 总统跟副总统候选人 这一对宝 让大家就开始更担心了 为什么 因为J.D. Vance 了解他人都知道 他对于美元应该贬值 是非常强烈支持的 那大家也知道川普也80多岁了 那当然难免大家就会去想 那若干年后 川普如果越来越老 会被J.D. Vance 他的声音就越来越大 所以对于美元贬值论的 这种说法就 这个盛销成上 很多人都开始担心说 这一对人 如果真的回归白宫的话 其实美元可能会真的走扁 那美元走扁呢 其实现在基本上 以川普跟J.D. Vance的说法 其实蛮类似的 首先他们认为 美元升值对美国本身的制造也不利 另外美元升值 其实对于进口商品 可能是政界来说 对消费者的一个惩罚 那这两种说法 如果以传统经济学来说 你也不能说他错 因为美元贬值 确实对于美国制造业出口 会有正面的帮助 然后美元升值 对进口厂商当时不利 这个其实学过经济学人都知道 不过我刚才前面也说到 现在这个世界 是我们从前所未有 非常充满不确信性的 一个震惊情势的紊乱阶段 所以在现阶段之下 美元贬值这种趋势 一旦出来的话 对全世界就真的有负面的影响 那我们刚才上一派有提到 你比如说日本 为什么现在要升息 很简单 因为美元跟日本的 这个利差越来越大 造成很多人把日币 当作避险的这个情况 那本来是好事 所以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去年日本的股市 跟经济都表现不错 可是你承担久之后 对于政府来说压力就很大 因为从疫情完之后 很多的政府其实赤字都非常的严重 所以现阶段美元贬值 其实我觉得对全世界的 所有的执政党或者是政府来说 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知道 即使到今天 美元还是全世界 59%的储备货币的主要所在 另外全世界50%以上的商品 都是用美元在交易 更不要说全世界 1%的证券 其实都是用美元持有的 所以美元的洞见观瞻 不但会影响全球经济的变化 也会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化 那事实上其实我会觉得 我们在解读川普 跟JD Vance的说法的时候 还是不如把它当作竞选的语言 我想台湾对这方面也非常了解 其实政治人物在竞选的时候 说的话你不能太当真 你只能把它当作一种 emotional情绪上的一个催化剂 因为事实上他一旦上任之后 到底应该怎么做 他还有幕僚群 那美元强势这件事情 其实说实在 美国所谓的美元微笑 其实美国吃了非常多的红利 大家想看看在过去100年 其实所谓的干预货币这件事情 其实是可以说一说不能做的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 2014年到2017年 中国也曾经想要所谓干预人民币 前后投入了一兆美元以上 更不要说在前阵子 日本为了干预所谓的日元 也投入了700亿 那其实后面的结果都不是太好 所以尤其美元 现在是一个全球主导的货币 美国真的要去干预货币 其实对美国是真的伤人一拳 其实伤自己更大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 其实这些说法 我觉得还是比较像是政治语言 因为美元贬值 不管是对美国或对全世界经济 绝对是必多于利 所以在现阶段 其实美元到底会升值还是贬值 还是要看 现在到2017年 甚至2025年之后 全世界的政经状况 甚至包括地缘政治的情况 才能做进一步的判断 TVBS大运动家 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Win